中立國小旁樓高20層的全新建築 這是桃園市在中立新辦的第一件公辦都根住宅 桃園市長張善政特地前來開箱 希望未來可以作為市民活動中心 樂林學習中心 還有93戶的社會住宅使用 這件公辦都根我們分到了 不只是我們一到三樓是我們的中立派出所 四樓以上是我們的社會住宅 我們這一棟有一個特別就是我們承諾過的一個政策 我們讓護理人員能夠優先進駐 所以這一棟樓裡面我們會有一定的名額 給護理人員一年以上任滿在桃園的 可以用八折的房租來入住 我們希望說也趁這個機會打造一個移居的環境 尤其是吸引我們桃園很缺的護理人力 讓我們桃園市民有很好的醫療照顧 從10月28號起開房登記 其中10%的名額提供給在桃園任職滿一年的護理師 15%留給三代同堂 另外還有兩個未成年子女的家庭申請 希望能滿足桃園市民的需求 都發局規劃將在內立第三市場新民停車場等七個地點持續興建社會住宅 也推動城市的更新與發展 記者王淑銘桃園報導